馬英九在10號的副手辯論 被民眾呢禁止的嗆聲 上午呢在凱道上的計程車的聯合造勢 馬總統的違案人數明顯增加 二度前進艱困選區 馬總統急著拉抬黨內同志聲勢 卻真快撞破碗 大家來推薦 也是我們中山區土生土長的 羅淑雷議員 羅委員喊成羅議員 小屠槌不影響大團結 雙北市長郝龍斌朱立倫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都現身立挺 台上鬧勒滾滾 藍營大咖集滿舞台 台下同樣水泄不通 除了支持群眾 隨乎數量也比以前多 從馬總統大定場開始 違案人員特意縮小警戒範圍 國安局長蔡德勝親自出馬 隱身角落 現場獨軍 就怕前一天副手辯論場外的嗆槍事件 再度重演 提到過 就是說過去 即使是要和民進黨小豬上凱到戶別苗頭的 計程車 聯合肇事 總統府前 違案依舊高規格 大批警力 預先stand by 但仔細看 卻有人帶著耳塞戰崗 把保護耳朵的工作 看得比保護總統還重要 最近我是魔王政 A情小組 台北報導